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Playboy 西门的名言 一个女人的保质期只有一个星期 这些台词放到现在的偶像剧里 大概要被观众diss一万遍了 小时候的我们看到的是平凡出身的女孩 不畏强权抗争的故事 如今戏象难免有太多漏洞 山菜她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里横冲直撞 是真性情还是另一种心机呢 她有一个用所有机器供她上贵族学校 就为了指望着靠女儿嫁入豪门的原生家庭 而且山菜对道明寺和花泽泪之间模糊暧昧的态度 也确实让人着急 而这部剧山菜与花泽泪 花泽泪与藤堂静都是可有可无 所以从头到尾都不是谁的唯一 17年前最不爱道明寺的满横霸道 17年后 我们终于发现她才是爱到满分的那个人 藐龙雪与发现我的章天 25年 25年 15日 花泽泪 街 辽 姨